看影片前记得赞、分享、订阅我们新城财经台YouTube频道 今天奇述教室跟大家讲的是772粤文集团 图我将它加长一点由2020年年底 因为值得我们留意的是2月1日2021年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带领股价冲到这幅图最高位95.75元 然后又回落,然后慢慢慢慢又上去 5月26日2021年又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然后又冲一阵上去 你看到两个顶,当然它是回落才行 7月22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然后慢慢跌下来 9月正式跌穿了 3月的低位形成一个双顶 然后有一个后抽 你看到抽了一阵上去之后再落 形成了底背池之后它真的反弹 然后又形成了顶背池之后又再落 不过弹极都没用 因为12月24日和1月31日出现了两次的三条平均线倒序 然后2月3月的时间已经去到2022年了 刷一阵下去很快 什么都跌穿了这个双顶的量度跌幅 然后你会发觉到进入了一个好像慢慢慢慢上升的情形 但是形态看不到它似什么 你说它似一个上升通道又可以 可能形成一个长方形又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6月份它出现了顶背池之后慢慢回落 RSI跌穿下去50以下 MACD跌穿下去零线之下 这些都会有点担心它有一些叫做调整的压力 今天技术教师和大家讲的是909明元云 我把图扩大了一点时间 就是由2021年1月初开始的 我们看到1月至2月尾段的时间 它形成了一个双顶的形态 3月4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其实在2月尾它已经跌穿了这个双顶的颈线了 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有点后抽 接着就刷了一阵下去 你会看到3月至7月之间形成了一个零形的走势 其实在5月31日的高位是高过3月中的高位 其实形成了一个圆底的形态 甚至5月31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真是握住了 但我们没有办法会知道它是什么形态 因为要去到7月20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 甚至去到7月尾段一点跌穿了这个零形的底部 那我们才知道它是一个零形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个形态的假设 要做定了一些我们叫止赚止涉位 去到7月8月9月10月11月 它形成了两个方形的形态 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 价格就很重叠的了 价格就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在两个方形的头段 它就出现了底背池 接着跌穿了第二个方形 就出现了底背池 但是在11月3日和11月31日 就是第二个方形的框框里面的尾段 两次三条平均线倒序 所以在12月跌穿的时候 虽然有少少后抽 但是它一路跌呢 虽然一路都是叫底背池 但是它都差不多叫走 那个跌幅的 接着又进入了一个三角形的形态 3月1日三条平均线倒序 接着没多久跌穿了这个三角形底部 这样就一路撒浸下去 都挺急的 三角形穿了跌了下来 找到一个低位之后 3月16日出现了一个上升裂口 接着你看到它好像较闷一点 一路一路在路上下落下 6月15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带领它冲多一阵之后 出现了顶背池 接着现时回落 形态上暂时看成一个长方形 补了裂口之后没什么动力 现时要看看究竟长方形的发展 穿还是破 穿的就要小心 继续下跌 破的话当然好事 可以回稳 继续下跌 今天技术教室跟大家讲的是981中芯国际 途来算是去年5月开始,首先在7-8月之间形成了一个顶背池 对回下面的RSI很明显 然后慢慢向下走,9月10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然后出现了一个横行的区域,11月12日甚至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但是12月7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然后慢慢向下跌 12月中左右跌穿了7月的低位,形成了一个圆顶 后抽上来算是比较横行或长时间的,大概在2月的顶位都差不多去到顶线 2月15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冲了一阵很快就回落 3月15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其实那里跌得很急,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差不多又走完小圆顶的量度跌幅 然后进入一个横行的区域,里面很乱,又有一个箱底,又可以圆底 甚至6月的高位来算,其实升穿了3月的高位,似一个我们叫做圆底 不过乱得来算,简单点,看一下它到底升穿还是跌穿 如果看不到的,或者叫没有什么留意的,那就做少一点 做定了一些风险管理,当然如果它升穿或者跌穿加上一些 我们叫做指标,RSI,MACD,甚至还有些平均线 可以确认多些它的方向性是出现了 今天技术解释和大家讲的是992联想集团 图我加长了一点时间,去年2021年开始 年初的时候1月13日出现了上升列口 然后带领股价向上冲 你见到,明显是开始出现了一个顶背池的形态 对下边有RSI,然后上下下之后 4月16日你见到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再带领股价冲多一阵上去,不过就过不回3月的高位 回落之后5月24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然后就慢慢慢慢下,7月跌穿了3月 那个低位,形成一个双顶 出现后抽之后再跌 去到这里已经补回了1月13日那个列口 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横行区域 当然了 最早期你不会知道它是横行的 但是你要发觉到 在横行区域里面是会经常出现一种 三条平均线顺序,三条平均线倒序 而且一个时间很短的 出现了顺序呢,它都是带领股价升很少 倒序呢,也都不能够令到股价有一个大幅的下跌 在一个这么长时间的长方行里面呢,可以有很多形态的 比如这里这样看呢 10月出现了一个倒行顶 10月4日出现上升列口 10月11日出现了下跌列口 但是它这些很快会补回的 12月1月那些时间呢 你要见到它出现了一个顶背池 冲回到倒行顶的高位 但是很快呢,它又慢慢形成了一个双顶的形态 跌穿了之后,跌回到长方形的底部 就出现了底背池又开始反弹了 但是它在长方形里面没有什么方向 小心啊,因为一个这么长时间的长方形呢 我们叫做正极斯洞 究竟它是升穿还是跌穿呢 可能威力都会较为大的 还有一样东西,之前的双顶的量度跌幅没走完 如果这个长方形向下跌的时候呢 也都会配合这个双顶的量度跌幅是不出奇的 所以要留意一下它究竟向哪边发展 今天技术教室跟大家讲的是1024快手 首先4月22号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这个是它第一次出现三条平均线 因为上市不是很久了 5月12号再出现多一次三条平均线倒序 那时候来计呢,其实你看到RSI已经是进入了50楼下的了 另外MACD已经在零线之下了 所以呢视频 לא ca di explodes 地跌了好多 8月中开始呢就进入了一个我们叫做长方形少少的走势 很多时候最初去长方形是不知道的 没有办法会那么快知道的 但是要记住一点 长方形呢通常来说的特性就是 会出现很多三条平均线 顺序倒序顺序倒序 甚至你看到快手也出现了另一个例子 就是在里面经常看到它顶背池底背池顶背池底背池 但是很快它就出现了 经常出现的 这些都是较为典型的长方形例子 在里面来计甚至你会看到 有时它会出现一些小型的圆顶圆底 走完就去到长方形的顶部底部 没什么太大方向 但是越长时间的长方形 突破了之后是会有较大的威力 突破长方形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它有没有其他的指标 平均线各样东西去配合一下 例如RSI会不会在50楼上 MACT在零线之上 三条平均线能不能够顺序 甚至会不会有四条五条 这样就会加强了 确认它突破可信性 不能够顺序